有师兄呢 感觉自己修行很差 一想到地狱的恐怖 轮回的过患 就特别的害怕 感觉这辈子基本上没有什么解脱的机会了 像这样的师兄该怎么办呢 这个可能有点不对啊 这个这辈子当然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呢 就是要看这辈子的修行 这个并不是地狱可不可怕的问题 地狱当然是很可怕了 但是地狱再可怕也好 如果是自己这一生努力的话 那也是跟这个地狱 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关系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上 也有很多恐怖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不去这些地方 它本身很恐怖 但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你就是在地球的一面 然后另外的一面 就是比如说战争 还有就是饥荒 自然灾害啊 等等有很多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你坐在这边 你就觉得没有意义 就是没有希望 那也不是啊 你如果没有发生在这 你的身边 或者是你自己就不去这些地方 那这些宰难 至少暂时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那同样的 比如说这个六道当中 有地狱啊 有恶鬼啊 那这些都是很 很恐怖的地方 但是就是因为轮回当中 有一个这样子的恐怖的地方 所以你就是觉得没有希望 那也不对的 这个思维的方式就可能有一点点不对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地方啊 所以自己要努力 自己不要去这种地方啊 怎么个不去的方法呢 那就是修行了 那这一生当中怎么没有希望呢 这一生当中就是有修行的机会啊 所以呢 要更加的去积极的去修行 积极的面对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就不会觉得 这一生没有希望啊 这些应该不会觉得这样子